我有食堂 你有故事吗 家长买了我那时候还跟我说谢谢 因为你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如果那个过年让别人感受到很快乐 我觉得你的过年也很快 就是等了18年 有那个资格去打东京产奥会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救起来的病人 都是我们能欢喜跟feel proud 六位有故事的人和我们一起加把劲 新春食堂第四季 星期日晚十点 爱说EC 爱说购爱